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 日前在铁道电影院举办了 2022新移民姐妹影展 我的存在我的诗 在东华大学英美系副教授王军奇 还有先缘杨华美指导之下 从拍摄到剪辑呈现了自己 从故乡来到台湾的生命转折 挑战还有成长 由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 举办了2022新移民姐妹影展 我的存在我的诗 6日在花莲铁道电影院播映 邀请越南籍的陶氏柜、刘金枝 中国籍的玫瑰李鸿梅与郑玉玲 5位新著名女性导演 透过镜头记录分享 从故乡来到台湾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很不容易 但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因为这里面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由他们决定 故事要怎么说 观点要怎么办 那大家会在这上面看到 可能以一般的专业的纪录片来讲 会觉得技术上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纯熟 但我觉得这是业余的纪录片工作者 最动人的地方 因为这些不成熟 其实是非常的感人 而且诚恳 很真挚 陪伴导演郑玉玲嫁来台湾 从故乡的大嫂姐 变成要照顾台湾家里 三个长辈的媳妇 曾因为婚姻问题 寻求洋花美的协助 现在成为坚强独立女性 跟女儿展开新生活 6点多上班很早 我去拍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 有点下点小雨 然后就很 就是停下来拍 然后回来 我又觉得这一段不对 过几天再拍 可是过几天 公司已经换冬天的制服了 那我为了要拍到夏天的制服 然后我又要多带一套制服 就是拍那一段录 拍完以后 进公司马上换冬天的制服 五个姐妹都要来剪接影片 只有一台电脑 那我们要错开时间 像金芝就是两点到四点 四点后他要接小朋友放学 对啊我就放假时间 我就来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错开剪接 有时候我的影片拍比较长 从头看到我也就看了一个小时了 看完以后再下去剪 因为要从头再看一遍 我都不知道看多少遍 看到我都烦了 我跟军琦老师说 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不知道怎么剪了 在动华大学英美系副教授王军琦 以及现议员杨花美指导下 五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间 取得平衡和家人的支持 用自己的观点 拍摄剪辑出各自远度来台 不为人知的新移民女性故事 那台湾本来就是多元族群 然后更在花莲的话 更是多元族群嘛 不管闽克元汉 新住民其实在台湾的比例 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们其实出门一看 都是越南河粉店啊 印尼店啊等等的这种店的灵力 就可以知道其实还有指甲店 那其实可以知道这些新住民姐妹 其实是非常有任性在台湾生活的 每一个人她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怎么样透过影像来让她们的故事 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更立体化 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群女性 在台湾在花莲的任性 然后她以及她在台湾 为台湾的社会也好 台湾的家庭也好 然后做出了努力 那这是我觉得在这十几二十年当中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影展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呈现这一切 在花莲最早接触新移民工作的社工杨华美表示 在台湾并非所有新移民都能过得顺遂 透过夫家或透过新移民姐妹的联系等 慢慢获得额外知识技能 社会支援 再落地生根 期盼透过影展 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移民新二代动容的生命故事 相互包容体量 吸手让台湾走上正确的价值之路 记得讲帮演 华联系报导